我实话跟你说吧 老二可能 还回不来 我们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老二为什么回不来 因为我交出去的 是假教犬 是吗 你爱的什么心 你这是要害死女儿 你是小声的 我也是试试的 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她可是你的亲女儿你 我如果交出交卷 我们全家都会死 我不管 老二要是不在了 你我还活着有什么用 你给我跟我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耐住性子 只要交卷还在手上 兰儿生还的希望反而更大 还有什么希望 好 齐文烈 你好好可惜的你 早上要是有个什么好的 我也崩溃了 我也崩溃了 是 是我 你口酸回来了 非言我一直在找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我就放心了 小维你没事吧 我没事 完店怎么会暴露的 你们早上走了以后 我就发现街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 所以我就立刻撤离了 方涛有下落吗 方涛跑进了慕容温的家 日本人现在把慕容府围得水泄不透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我就观察过了 根本没办法救他 好在日本人现在 还不敢闯进慕容府去抓人 可是他手上的东西 一旦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现在只能等待 估计方涛也在想办法 希望他能成功逃脱 他一个人在里头 怎么跑啊 我也想救他 可是我们现在自身都很危险 这件事 让我好好想想 对了 方涛这一路上有什么异常吗 异常 他故意开错一条路 为什么 这一路上我一直拿着枪提防着他 大概被他发觉了 是这样 这一路上我一直都没找着机会 向他拿胶卷 再想办法吧 今天晚上轮流守夜 三个小时一班 我执第一班 小伟第二班 好的 飞燕 你第三班 怎么样 能看得清楚吗 不对啊 不对啊 这不是日光蜜月 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们家有申报吗 有 不过在我爹的书房里 把昨天的拿来 对了 江医生很快跟我们联系了 我应该怎么对他说呢 你让他给我拿一个微星相机 还有胶卷越快越好 好 我知道了 爹 不想啊 不想啊 他这个干什么呀 吴霞 记住爹的话 我走有这些东西 才突然想不出 可能有点赛 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在外面交朋友做事情 一定要谨慎 千万别让人给利用了 你总不想爹这么大年纪了 还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吧 我知道了 爹 找我的 喂 是我 你等一下啊 爸 我这个电话 你能不能出去一下呀 姑娘长大了 什么事都不让爹知道 爹 求求你了 好 喂 江医生啊 风涛现在要一部微型的相机 对不起 吴夏小姐 我们奉命要搜查所有出去的人 你的意思是 也要搜查我了 我也没有办法 这是上司的命令 你想搜就搜吧 不过你要是真搜我的话 我会让你全家都看不上今天晚上的月亮 你 让开 你 你为什么不搜的 对不起 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们惹不起 你要是不怕死的话 你去搜啊 对不起 你哭得那些的 老爷 太太 你们起得这么早啊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想出去一趟 你去吧 闻脸啊 闻脸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打算给小全打电话吗 给他打电话 说什么呀 就说兰儿被军统绑架了 有慕容我女儿的男朋友 还有那个卖假古董的 让他们赶紧去抓人 也许兰儿还有救啊 这怎么行呢 进来 小全大佐 您找我有什么事 市井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 好 你去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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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话不能打 女儿被绑架了 你这个做父亲的 怎么能就这么无动于衷呢 这个电话要是照你的意思打出去 那我就真的成了汉奸了你知道吗 这个电话不能打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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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还没有到虔诚笃信的时候 谢谢神父 孩子 你有什么罪过要向神忏悔的吗 等一下 既然来了 就不要有什么疑虑 在神的倾听下坦白吧 我说了等一下 好了 我还没想好呢 下次吧 你刚刚在说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说 真的什么也没说吗 真的 真的 行 是 是我 小苕先生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方涛交出交绝 王爷 你看 这一段呢 在意经上它是这么解释的 你好 慕容府 请问找谁 您好 您好 请稍等 谁呀 方涛的表舅 找您呢 冯先生啊 你怎么好久 都不到我家来坐一坐呀 您好 文爷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方涛是在你那里吧 请你转告方涛啊 好 好 我明白 好 他说什么 把方涛叫来 谁呀 小姐 老爷请方先生去一趟 来了 五叔 请进 方涛 你表舅给我来电话 你身上是不是有个什么胶卷啊 是 我再问你一句 他真是你表舅吗 是 你带着东西躲到我们家来 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对不起 伯父 没想惊动您 也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伯爷 东西都准备好了 东西可以放到这里面 希望可以骗过日本人 方涛 我这可是把老命都豁出去了 到底是哪 你是什么人 我是文叶的朋友 过来找他们胆巴将的 文艺爷的朋友 向小姐 吴先生 小姐 来了 师姐先生 这是文艺爷的朋友 太太们找来打麻将的 小姐 不好意思 这两天家里面有点事 不方便接待你了 什么 这不折腾人吗 跟我打牌你们事先就约好了 你们家有事 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真是不好意思 这儿有点橘子 太太说很甜的 让您也带回去甜甜嘴 也给您赔个不是 对 都到了门口了 还给我挡在外边 真是对不起 等等 这个我要查一下 师姐先生 这也就是一篮橘子 橘子也要查 来人 好 好 小姐 你可以走了 孟先生 这次既拿到了娇卷 又没暴露你的身份 对你我来说都是好事啊 小泉先生 现在你拿到了娇卷 我可以全身而退了 进来 小泉大作 娇卷重洗好了 我可以马上送出来 老子 杨先生 冯先生 这是什么东西 交交一定是被方桃给换了 我一直怀疑方桃是共产党的卧底 他手上一定拿的真的交交 看来这个事情 只有一个人能知道真相 老爷太太 老爷太太 小泉先生来了 小泉先生来了 您请坐 秦先生 我听说你两三天没有上班了 我特意来拜访你 多谢小泉先生惦记了 怎么没有看见秦岚小姐 小泉先生 小泉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 现在只有您能救她了 秦小姐怎么了 老儿 老儿她被人绑架了 被绑架了 秦先生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秦小姐被绑架的事呢 我原本准备息事宁人 所以 连寻补房都没有告诉我 都怪你要息事宁人 现在 老儿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们能够 猜出来 是什么人绑架了秦小姐吗 这个 秦先生 保护像你这样的新政府的要员 以及家属的安全 那是我的工作 你还是说出来吗 绑架秦岚的是 军统的人 是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绑架秦小姐 他们想要日方协议 你给他们了 小泉先生说笑了 我就是想给 也得有啊 那你什么都没有做吧 小泉先生应该清楚 我要是泄露了日方协议 我们全家的幸运就没了 你说我会做什么 那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答应 什么都没有做 我对着申报拍了一个胶卷 交给了他们 申报 大佐 现在怎么办 照片是秦文连拍的 不是放桃冠的包 告诉冯若台 把秦岚放了 那慕容文那边怎么办 撤 撤回来 不行 不能就这么把秦岚放了 这是命令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的 冯老板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但是 连古板店都没了 到现在还没拿到真的胶卷 就这么把它放了 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既然绑架了秦岚 就不应该轻易放她走 她是我们手上唯一的筹码 可是 杀了秦岚 谁能保证秦文连 能交出胶卷 谁能保证 你能保证吗 现在放了秦岚 我们下面怎么办 等重庆的命令 放走秦岚 也是为了继续 跟秦文连周旋 可是现在已经得罪了秦文连 再跟她谈条件几乎不可能了 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按照小伟的办法走到底 冯老板 要么当初不绑秦岚 既然已经绑了 还不如放手拼你吧 我同意 好 我们先杀秦岚 那么下面该杀谁了呢 怎么不说话了 我重申 重庆的命令不得为抗人 为者 军阀处置 马上放人 入口 你怎么会否判了 给你坐下 你怎么会不得来 快要快要快要快让下庆 你怎么会不得来 我这的命令不得来 你怎么会看 你怎么会不得来 你怎么会不得来 我没有了 把了肉票就藏在阿华旅店 走 门口的巡捕已经走了 要不要我向江医生汇报一下情况 为什么 巡捕走了还要日本人 你现在去太危险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只要你父亲不哄我 就在你们家待着吧 这儿挺安全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只要你父亲不哄我 这个关系人 我的了解一次 女孩二世 这个关系人 我怎么会不噄 了解一次 你这个关系人 有机会 咱们把复材伤 快 worried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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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来说 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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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回来了 秦先生 您女儿让我给您带回来 爸 大儿 你没事吧 老儿回来了 老儿回来了 你 老儿 老儿 幸福老爷上楼 老儿你怎么了 老儿你怎么了 老儿 朱探长 我今天实在是顾不上你了 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谢 我这就走 好的好的 但是秦先生 有件事情 我不太明白 朱探长有什么话直说 你女儿被绑架几天了 嗯 嗯 有几天了 您怎么不报警呢 我是怕报警 威胁到我女儿的性命啊 所以还是想 花点钱稀释您人吧 哦 这么说 您是付了赎金的 这倒还没有 这不 我正在愁错 您就把男人送回来了 这就奇怪了 绑匪一无所获 怎么就放在了呢 我这也云里无理的 秦先生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也希望您能够信任我 如有状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女儿今天是捡了条命啊 是啊 多谢了 告辞 好 蓝儿 你放开蓝儿 给我 给我 蓝儿你放手 蓝儿 蓝儿你真的不能再喝了蓝儿 蓝儿蓝儿 妈求求你了蓝儿 蓝儿蓝儿 蓝儿听话蓝儿 蓝儿 不能再喝了蓝儿 tease我 惹蓝儿 麦儿 把手放开 兰儿 我认为你这件事做得过于心慈手软 冯先生这个话什么意思 你不了解我的处境 本来这次绑架秦岚 方桃和向飞燕对我都有了怀疑 现在什么都没有拿到又把她给放了 连小伟都不干了 还有 我的古玩店被破坏了 这件事我还没有圆过来 我现在是如座振战 冯先生放心 我不会让你在军统陷入绝境 我会尽快地帮你摆脱出来 好吧 我听你的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 向飞燕说 方涛在拿到胶卷 回古玩店的路上 故意走错了一次方向 哦 有这个事情 向飞燕说她的行为 有可能被方涛察觉了 所以方涛在故意怎么做 来测试向飞燕 但我一直认为 这个方涛一定有问题 方涛 好 老爷 太太 小姐又不对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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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いる 哪儿 来儿 哪儿 一 很 好 好 大座 你说秦文莲手里究竟有没有那份胶卷 你怎么看 我感觉他没有 如果有的话他不能拿一份假的交给冯如泰 我在没有见到秦文莲的时候 我也在怀疑 但我见他之后我肯定他有 为什么这么讲 他装得太像了 要不是为了控制 时时刻刻地控制 怕自己说错话 一个女儿刚刚遭到绑架的父亲 怎么能够控制他这么理智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秦文莲是个有缝的鸡蛋 为了保护日亡协议的秘密 把所有苍蝇都找出来 全部杀死 好吃吗 我们家怎么样 好 像乌龟壳 乌龟壳是什么意思 壳安全 那你不是说我们家的人都是乌龟了 我没这么说 小姐 有位姜医生说是你朋友来找你 让他进来 让他进来 姜医生 赶快进来 你来得正好 叫协议拿到了吗 拿到了 出了点问题 乌霞 我想跟方涛单独谈谈 秦文莲给我的胶卷拍的是申报 申报 对 我也照样拍了一份交给了冯如泰 你为什么躲在这儿不露面 我取胶卷那天 冯如泰的股丸殿被破获了 而且根据前两天我被审讯的情况 我觉得我身边可能出现了叛徒 我躲在这儿会安全一些 叛徒 你认为谁会叛变 我觉得可能出现在军统那边 我觉得冯如泰虽有可能 因为他绑架秦兰 这事做得很蹊跷 好吧 我会派人调查冯如泰 您最近最好不要到这儿来找我 会很危险 我知道 多保重 好 都好啊 我做的好小事 那不错 我做了好小事 然后我做了好啊 我做的好小事 我们做了好小事 老司 我做了好小事 你做什么kelt 别吓妈妈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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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了啊 到家了 兰儿 说句话 兰儿 我看兰儿是受了惊吓 咱们也别逼她了 明天啊 赶快找个医生来给她看看吧 这可怎么办 她连我都不认识了 兰儿 说话兰儿 小姐回来了 老爷 这位冯先生等候您多时了 我这儿 我们也没有 这儿 我们也没有 你怎么办 不是 那我现在都在家里面 但是你别不认识 我现在就在家里面 你还要不认识 没什么 斯文秦先生临时洪如大学 今天特意来找你 是想让你看一将西式珍宝 请你鉴别一番 秦某人对古玩珍宝致之甚少 恐怕要让冯先生失望了 不 秦先生 今天这样东西 你是一定要看的 看来冯先生的盛情 秦某是不得不从命啊 秦先生 您来看 这是一件季红瓷花瓶 红瓷分金红 狼窑红和这季红 其中呢 以这季红最为名贵稀少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秦某不知 还望冯先生赐教 明朝宣德年间 皇帝传旨锦德镇观摇 要烧着一种色泽鲜红无比的刺激 姚公们实验了多次 却始终没有烧出皇帝要道鲜红色 于是 皇帝将这些姚公全部打入死牢 有一名姚公的女儿 为了救父亲 便跳入了熊熊摇火之中 用自己的血烧出了这盖世无双的鸡红瓷 请问秦先生 如果你是那位姚公 你是愿意牺牲自己的 还是为了自己的性命 而牺牲自己的女儿呢 不错 我给你们的胶卷是假的 冯先生有什么话就说吧 不用绕弯子 秦先生 你是不相信我有胆量杀了你们的婴儿是吗 我相信你有这个胆量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假的胶卷 胶出胶卷全家都要死 不交出胶卷 只是我女儿先走一步 反正都是死 你说我该怎么选的 那秦先生 你是想怎么样 才能给我真的胶卷呢 老条件 委员长的事由我做不到 我只能答应 把你们送出上海 这件事情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如果没有蒋介石的特赦手遇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军统的人 我当然是军统的人 这一点你想怎么证也不可以 好啊 你把小泉杀了我就信你 两个条件都做到了 两个条件都做到了 我自然会交吃交钱 你如果再对我的家人不利 那我们的合作 就永远结束了 好